汪小飞不是娱乐圈里的人,但她的瓜料却并不逊色于娱乐圈里任何一位男明星。 今年7月,汪小飞和绯闻女友张盈盈同由杭州法喜寺,引起网友热议。 众所周知,善男戏女同由佛家亲近之地自然不是为了当俗家弟子结拜兄弟的,多数是求个好姻缘的。 而法喜寺的主营业务原本也是为善男戏女补挂算姻缘的,两个人看起来恋情非常稳定,与前段时间盛传的分手传闻相悖,也丝毫没有被爆料影响的样子。 对网友热议的汪小飞好事将近的苗头,母亲张澜却嗤之以鼻地回应道,张盈盈别想进汪家门。 然而在此之前,张澜还曾经跟张盈盈有过合影,这又赞成又反对的态度,看得网友一脸雾水,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? 网友们议论纷纷,对此评价道,俩人在一起都被拍了那么多次了,喜欢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呗,一家人扭扭捏捏,阴阳怪气的,只能说明做贼心虚。 按理说,恢复单身的离婚男身边出现新女友,原本就没啥可议论的。 可问题就在于,汪小飞和大S离婚前,和绯闻女友张盈盈的瓜料就已经满天飞了。 2021年11月22号,大S和汪小飞官宣离婚,而就在俩人官宣没多久,一个关于汪小飞婚内出轨的大瓜就再也遮盖不住了。 2021年12月,据资深狗仔葛思奇爆料,汪小飞和大S没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和张盈盈在一起了,而且还被他拍到实证。 不过,对于葛思奇砸下儿子的实锤,张兰护子心切,硬说葛思奇爆料的照片是批过的,葛思奇却并未服软,又接连晒出多角度拍的照片,调侃张兰,我连正面照都有,若是您不信,你就问问你家公子身边这位姓秦的司机吧。 随后葛思奇还爆料,张盈盈还曾为汪小飞堕胎,在葛思奇晒出的张盈盈和汪小飞的聊天记录里显示,得然是如何处理未出生的小孩的。 看到这则信息,大S的粉丝们惊呼,好险,若是再晚一步,大S就成了豪门气腹了。 不过对于大S来说,这个身份他可是一点都不在乎了,毕竟再晚一步离婚,或许会成为第二个替肤还债的刘涛,也未可知。 细数汪小飞身上的瓜料清单信息量真的很大,他是和张与其护山耳光的大男主,是被王思聪嘲讽多利刚贝不够花的为富豪,如今他又有了一个新标签, 被大S甩掉的前任老公,或许很多人不理解大S为啥离婚,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江南屌丝富豪再不济,也比韩国油腻大叔拘禁也好吧。 然而,戏巴王小飞的瓜田,或许围观瓜众们就会理解大S的无奈之举了。 1981年出生的王小飞,今年已经41岁了,三世如狼,四世如虎的年纪,王小飞和大S没离婚那会儿。 据葛思琪的资深狗仔爆料,王小飞不仅和别人打架,而且还带三个女孩一起回他和戴S的爱巢。 其实,对于夜夜生歌的兰会所小老板来说,需求量之大,也是可以预见的。 王小飞和戴S离婚是迟早的问题,戴S娘家在台湾,所以不经常在内地。 作为一个留守老公,想要偷吃果腹也不是啥新鲜事。 不过稀奇的是,从葛思琪的爆料来看,王小飞的战斗力并不疏于陈冠希,甚至可以吊打罗志祥。 一次用品,原来至少三杯奶茶才够。 22岁那年,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王小飞,先是在母亲张兰面前表现出一副海归商务精英男士的样子,赢得母亲信任之后,从母亲手头拿到了投资,之后开了一家兰会所。 凭借和法国男人学会的交际经验,王小飞的兰会所夜夜声歌,享受着被美女们包围的滋味,王小飞感受到古代皇帝后宫嘉丽三千的乐趣,普通奶茶吃腻了,王小飞想提升一下奶茶品质。 在此之后,频繁接触娱乐圈里的长袖善舞之人,渐渐地和娱乐圈里渴望成功的女明星越走越近。 那个时候,王小飞和怀疑的王中磊私交甚度,男人心中所图,彼此都是心领神会的。 有一次,王中磊对王小飞说,你要是看上谁,你和我说一声就好使,我马上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 王小飞想了想,抱上一个名字,没过多久,张雨琪就出现在了王小飞的兰会所。 当初和张雨琪交往时,王小飞的审美情趣是肤白貌美,没想到张雨琪的脾气更大。 彼时的张雨琪因为和周星驰闹解约纠纷,面对三百万的解约金,正在暗自发愁。 恰好王中磊想挖他墙角,又不想帮他出这笔钱,于是将他介绍给了王小飞。 王小飞对他早就垂涎不已,于是很痛快地帮他渡过难关。 王中磊分文为花,就将张雨琪纳入怀疑旗下,这笔买卖属实算得上神来之笔。 然而王小飞的钱袋子自己说了不算,他答应张雨琪捧他成绝的诺言,迟迟无法兑现,张雨琪自然心有不甘。 2009年,王小飞过生日的时候,当着所有道场嘉宾好友的面,张雨琪似乎开玩笑般地将蛋糕甩到他的脸上。 王小飞很下不来台,当场就怒了,指张雨琪的鼻子开骂,你是不是有病啊? 蛋糕是用来吃的,一点见识都没有的戏子。 行事作风一向彪悍的张雨琪自然是不服软的,回怼道,我不过是回忆一下气氛罢了,没见过一个大男人竟然如此玩不起,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? 两人越吵越凶,从蛇站转成了互相打脸,场面一度失控。 王小飞生平第一次过了最狗血的生日,气急败坏之下,冲出生日宴开车离去。 受怒之下,慌不择路的王小飞一不小心把车开到一个施工现场,她的一条腿也因此骨折。 张兰见到儿子受伤后,怒不可恶,将一张600万的支票甩到张雨琪的脸上,让她离开王小飞。 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 王小飞和张雨琪不欢而散之后,很快就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位兴趣相投的美女,她就是性感模特吕宛柔。 两人麻将桌上搓出来的感情,很快将战火蔓延到了俄罗斯方块上的对垒。 据传热恋期间的两人,经常在兰会所出双入队,网络上轰动一时的撒狗两短信, 例如,我想你了,我都点上火了等等,相当肉麻拉眼睛。 然而激情退去,就变成了左手摸右手的旧爱。 没过多久,王小飞就和安以轩以兄妹相称了。 不过因为王小飞对安以轩太过热情,显然让安以轩误会了些什么。 正当王小飞和安以轩黏黏糊糊纠缠不休之际, 王小飞却在安以轩的眼皮子底下和大S眉目传情。 两人从相识到相恋,再到结婚,仅仅用了45天。 面对大小恋,安以轩的那份一难评,观众们尽收眼底。 安以轩曾公开质问,我不知道他们将我放在什么位置上, 是红娘、情敌还是伴娘。 2010年11月16号,大小恋修成正果,领证结婚。 不出观众所料,安以轩以荡期没空为由, 缺席了大小恋在三亚举办的婚礼。 这场婚礼风波不断,大S直言,整个婚礼都在发火。 当时他们的户外婚礼遭遇大风, 他爸爸险些被大S的新娘投杀卷进去, 大S裙摆还被三姑踩中, 不少客人违反婚礼要求偷偷摄影拍照。 晚上婚礼party时,刘谦被安拉拽进泳池, 结果他衣服里的扑克牌飘的整个泳池到处都是。 马克佑喝得醉醺醺也被推进泳池, 据说有一半的宾客都主动或被动跳进了游泳池。 除了得罪了台湾媒体朋友, 而且据说在婚礼现场,汪小飞还对大S动了手, 而两人之后的婚姻也一直有传汪小飞喜欢动粗, 只是每次都被大S给遮掩过去了。 汪小飞喜欢偷吃,大S不是不知道, 所以才拼尽全力生下两个孩子, 希望借此稳定婚姻关系。 也是在这个时候,网友惊奇地发现, 那么爱美如命的大S竟然为了生孩子, 解封了自己多年吃素不吃婚的习惯, 生生地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。 婆婆张兰告诉她,一定要吃肉喝鸡汤, 这样生下来的宝宝身体才会健康。 大S信了也照做了,结果显而易见, 孩子确实很健康, 而她身材走形了,不美了。 对于宅家带娃的大S, 汪小飞的不满全往可见, 她拿小姨子小S和媳妇比, 吐槽媳妇不出去工作,不如小姨子能干。 对于汪小飞的嫌弃, 网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,纷纷怒怼汪小飞, 得了便宜还卖乖。 大S作为一个高龄产妇,拿命生娃, 一心一意宅家相夫教子, 放弃了明星闪闪发光的生活, 这样做也错了。 似乎为了不让瓜众怀疑他们的婚姻, 大S还特意拉上汪小飞, 在公众面前秀恩爱, 然而因为刻意的过于明显, 那套老公不剥虾给我吃, 我就不吃的剥虾理论。 不仅引来全网一片群潮, 称大S太矫情, 还引来婆婆张岚的不满, 说什么女人太作了不好等等。 殊不知, 儿子婚内出轨, 给老婆戴绿帽的行为, 大S都忍了, 包个虾就不可以了。 如今,大S重新牵手20多年前的真爱, 韩国欧爸拘金业, 就仿佛时光倒流, 他又把自己活成了少女般的模样。 反观汪小飞, 离婚之后依旧源源不断地 为娱乐圈奉献着各种瓜料之外。 到此为止, 汪小飞昔日塑造的职场精英形象 可以说是一招尽毁, 也难怪网友总是嘲讽他们一家, 死鸭子嘴硬了。 汪小飞也因葛思琪连续不断地爆料, 焦头烂额, 最后干脆一概不认, 试图敷衍平息风波, 一直得不到汪小飞的承认, 还被张岚如此看不起, 出言讽刺。 即使这样,张岚岚还是和汪小飞在一起, 不得不说, 这真是真爱啊, 不知道俩人最后将如何收场,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